我一直都有一個邀請 成為你要成立一個團體 你要帶著這些群人 但那時又不敢做 我怎能站得港台 直到我後來真的要破產邊緣 既然你都去到這樣 你都不想要失去 我覺得都要完成這件事 因為上帝一直叫你做的事 做就做 我就開了一個新生命動的團體 開始之後幾個月 已經沒得再做了 因為我已經做了三個月 別人跟我說 明天下午12點前 最少交一個月做的事 你交不到 立即就 我放不下團體裡的弟兄姊妹 團體成立了 這群人他們信耶穌 你不去做你當做的事情 這件事是不對的 我有一輛很古老的車 我登了報紙買了一輪 沒有人理會我 真的 電話響 他說我很想買你的車 我在你樓下 你下來吧 他就買了後來 說我為何要買你的車 他說因為我做地盤 車一定要殘舊 車身一定要高 大家 但冷氣要冷 否則我們會很熱 所以他就能夠滿足所有條件 然後我交了那個月租 我就可以有下一個星期 再有下一個星期 直至我今天 其實是劇情一件事 有馬來拉 我開始覺得 這個世界為何會這樣 我開始再本屁一點 再壞一點 慢慢地 梁先生開了團體 我感覺到有點感動 因為香港真的很大壓力 反而那個時間 我會把我的壓力舒緩了 我後來就等同於 就好像離開了香港 一個這麼繁忙的地方 我知道上帝要訓練一群這樣的人 而這群人是未夠資格的 這群人沒有神學背景 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方法 他說你就是這樣跟他們說 然後你就跟他們建立 訓練到他們合時後 適合去做裝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